好,接着我们要来介绍把你见好的相簿分享给其他人 那通常我们是从相簿这边 那刚才讲到删除的时候,这个是相片库 就是周级相片的地方 那相簿,一张照片可以分进去很多的相簿里面 所以它是类似有点像标签这样 所以这是复活相簿的一个功能 并不是说一张照片只能一个相簿 好,那我们进去,比如说我们这个相簿要分享 那我们就点进来 那点进来之后,这边有个更多选项 那如果你需要设定相簿的封面的话 你就可以点这个去设定相簿的封面 比如说我是设定这个当封面 那你可以看到它的封面就会变成这样子 那如果说你要分享的话,就是点这里 然后这里有一个共享选项 那把这个打开 那通常如果你要让它去协同编辑的话 这个就要开 但是我们并没有要让别人协同编辑 所以我们把这个关掉 那留言我们也把它关掉 我只是要让其他人去可以去下载这个照片 然后可以去做一些价值利用 所以我只要把这个分享的连结给对方就可以了 所以我们是用这样的方式 当然你也可以底下邀请其他人去加 然后或者是想办法把这个连结给对方就可以了